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呢 是你们想看很久了的 What's in my bag 那今天我会分成三个不同size的包包 里面分别我都会装些什么东西 还有这三款包包的搭配 还有就是我打算下一期 做50个关于我的事情 这个主题 我会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发一条专门给你们问我问题的动态 如果你们有想要问我的问题 或者是说想要跟我讲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 在那条专门的动态下面评论告诉我 然后你们问的问题呢 我就会在下一期视频回答你们 那今天的第一位优励呢 就是登登登登 这款黑色的小皮包 那这款黑色的小皮包呢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在我的第一期视频 那个意大利邮寄里面见过它了 这款包包呢 是一个德国柏林的牌子 日文名叫 Maison et Léca 先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包包 它体积真的是非常非常小 而且大家可以看它侧面 真的很薄 很轻巧的一款包包 虽然说它是皮质的 但是它的字状非常的轻 有一条细肩带 它有个小细节 就是像你可以拎着这个地方一样的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包包的小门 它的这个叫 这叫什么呀 盖子吗 这个包包的盖子 好像也不太对 反正就是这片东西 它是有点流苏状的感觉的 一个小的detail 让它不会这么单调 然后它旁边呢 还绑着两个小装饰品 一个小流苏 然后就另外一个就是装钥匙的 这款包包呢 估计现在已经是买不到了 因为我是在去年 就是16年的夏天的时候入手的 那个时候也已经挺不好买了 我是叫我的朋友给我留了 所以才买到的 因为说它的这个体积非常的小 所以我在背这款包包的时候 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简化 所以我不会拿钱包出门 不会再卡包 手机我会放在就是袋衣的口袋里 或者拿在手上之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吧 那首先打开这个盖子呢 它有一个小口袋在最前面 我一般会装一张交通卡 对 就是我丢了无数次的交通卡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家的钥匙 然后我还会在这一层放上一些现金 或者什么 然后到了中间这一层主要的呢 就是像这样 因为刚刚说了我是不会再带钱包了的 所以有很多卡呢 就是就这么散在这里就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 补妆用的粉饼 我专门买了一个小号的 它非常的薄跟小 所以就非常方便携带 装在大包包小包包都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一个呢就是唇膏 唇膏也是一定不能少 就算我少了口红 我都不能没有唇膏 因为我真的是受不了嘴巴干干的 特别是吃完饭擦完嘴巴之后 嘴巴很干的那种感觉 我是完全受不了的 所以唇膏是一定要有的 接下来就是口红 今天带的这款是 纪凡西小羊皮的304号 它是有一点点偏沉的 我觉得在搭配全白呀 或者是一些有牛仔色彩的服装上面 会比较配 那我们第二位嘉丽呢 就是这个 coach的vintage小杯包 其实我的包包都还比较小 然后这已经算是小号的包包里面 比较能装的一个了 所以呢就把它放在第二个size来说 那它是我当时在一家 vintage的店里面发现的 非常的便宜 那个时候买的时候 好像是13000日元左右吧 13000日元就是 嗯 让我来算一下 七八百日左右 嗯 七八百日人民币左右吧 然后一个coach的小包包 它保养的还是非常的好 就是它的刮痕啊什么的 完全就是没 就是它的刮痕什么的都不是很明显 而且也没有说很严重的损坏之类的 就我觉得这个保养其实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颜色也是我喜欢的颜色 我就当时就决定买下来了 然后它打开呢 它就只有一层 一层 哦不对耶 它有两层 我还没用过它第二层 好 我今天发现了新世界 那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钱包 也挺多人问过我的 是Prada的 它这里是有一个那种 可以背 就是接肩带 然后单独背一个钱包出门的这种小包包 嗯 钱包我今天就不多介绍了 接着要带的呢 就是卡包 卡包 就是我把刚刚的 我们家的钥匙和 我的交通的卡 PASMO 放到了一起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DUO PASMO达人 我完全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丢的 看 所以呢 我就 把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 有一定的重量之后呢 就不会那么容易丢了 然后这个卡包呢 是一个有一点点粉红色的 的手工制的一个卡包 是我当时朋友送给我的 那接下来嘞 呃 墨镜 那这款墨镜呢 虽然我拿的是MiuMiu的袋子装的 但是它肯定不是MiuMiu 嗯 是Tom Ford的一副 黑色的墨镜 墨镜呢 就是 呃 像现在冬天就不一定每天都戴了 但是 呃 还是会放在包包里面比较安心 这款Tom Ford的墨镜呢 非常的普通 就是它的造型非常的普通 但是 它有很多小细节是我喜欢的 穿衣服 还什么的 都比较日常的情况下呢 搭配它就完全是OK 就最百搭的一款 然后就是 就它是那种 呃 镜面非常深色 那夏天用它 就是 带它挡太阳的那个 遮光率 也会比较强 然后还有一个小细节呢 就是这种 它的鼻拖 它是这种鼻拖 大家看 嗯 哎呀 看不看得到啊 它是这种 架在上面的这种鼻拖 这种鼻拖 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亚洲人的脸型 就是轮廓不会这么的深邃 或者是立体 那它的鼻拖 如果是连在 这个镜框上面的话 很容易就是 对于我们亚洲人的脸型来说 会经常往下滑 你用这种架子的鼻拖呢 它就会可以更好的 就是架在你的鼻子上面 不会这么容易掉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就是 认穿 护手霜 欧书丹的 护手霜 我觉得 我觉得它的这个包装的 这个系列 有红色 不是红色 有这个肉色的 还有黄色 跟绿色 这三个味道都还挺好闻的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 又是口红 这只口红呢 就是YSL的方管 66号 这个颜色就是 我之前在 那个 发型教学 那一期里面 涂的那个颜色 就也是很多人问过的 接下来是一个 眼药水 再接下来呢 就是有一块 相机的电池 因为 这是比较 就是日常出去玩的时候 会带的包包嘛 所以 拍视频什么的 都会带多 一两块电池备用 因为一块电池 能用的时间 实在是 不太够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三位 小嘉宾 就是这一款 橙棕色的布包 这款布包呢 就是非常的 简单 一目了然 就是这样 就是 我平时上学会背的包包 那这款包包呢 它的口这里就是 有一个小口袋 你就可以装一些 你平时用的比较多 然后那些小东西 比较方便你去拿的 那我这里面装的呢 就是一个耳机 平时听歌啊 什么的 需要用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饮药水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里面有些什么 里面呢 就是 钱包 然后 还有 手机 然后就是一个铅笔盒 接下来呢 就是去上学要带的 笔记本啊 书 然后这些都不是重点 这就是上学要用的一些资料 重点呢 就是 我还会带一个 化妆包 这个化妆包呢 是 opening ceremony的 一个化妆包 它的容量 哇塞 超级大 超级大 就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装超级多东西 在里面 这个完全就是我的一个 八宝箱 它装了所有 我有可能会用到的 东西 那我们先 我们就来看看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首先呢 就是很正常的 也是一个护手霜 这个快用完了 然后 是 上学会用的 唇膏的颜色 两支 这些我都有介绍过了 然后润唇膏 粉饼 这个是补妆的一个 情侣小搭配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 它是一支便携式的香水 我里面就会装一些 嗯 自己喜欢的香水 或者是 自己不 不怎么会用到的香水的味道 因为 放在那里 如果一直不用的话 就会很可惜 就会 借着这些机会 把它用掉 那这个里面 我装的是 Tom Ford的那个 茉莉花香的味道 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些人 都很爱出去吃饭嘛 就喜欢去吃烤肉啊 或者吃火锅这些 吃完烤肉跟火锅 一定会很臭 你的身上跟头发 一定完完全全的吸附了 那些油烟的味道 所以呢 我就会喷一下香水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个 IPSA的三色遮瑕膏 不过最近就没有怎么用了 因为到了冬天 我脱妆 就是一般只是出一点油 不需要到 不需要到补遮瑕呀 或者就是 整个人变得很暗沉啊 之类这种 所以现在也不怎么用它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 在药妆店买的 买的这个阴影粉 其实基本上我也不会用它 但是可能就是为了 以防万一 就把它放进去了 然后接下来 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长方形的 白白的东西 你们猜这是什么 来给你们三秒钟 猜这是什么 三二一 好 它就是一个 打开是长这样的 它在冬天会非常的好用 因为在出门前 先会拿那种 就是滚的那种 卷卷的东西 去粘掉 就是大衣上面的那些灰尘啊 毛毛之类的嘛 但是 等你出去走了一圈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大衣又重新 粘上了那些灰尘跟毛毛 这个时候呢 它就非常有用了 它是这种 就是那种可以 这样刷刷刷 就是用这种刷的这种摩擦面 去把那个大衣的毛刮下来 那下面这只长得像牙膏一样的东西呢 就是之前刚去到意大利的第一二天 就不停的被蚊子咬 所以当时买的一个质养膏 还挺好用的 就一直放在里面了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东西也是有一点点匪夷所思的 为什么会在这里面 那是因为 在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我吃东西的时候 总是莫名其妙的 会弄脏我的衣服 所以呢 我那天就是有在逛街的时候 看到这个 长得像笔一样的 可以去污渍 它这上面写的是超洁净去字笔 意思就是你可能吃东西的时候 像我一样 就是吃东西啊 那个油渍啊 滴到衣服上面了之后呢 把这个涂到衣服上面 然后好像弄湿啊 或怎么样 就可以去污渍吧 不过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 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这个好不好用 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 你们可以疯狂的在弹幕上面猜 或者是在下面评论告诉我 你们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那它就是长这样 一根条 就是这种细细的蓝色的条状 它是实心的 你们猜这是什么 我会在下一期告诉你们这个的答案的 那今天的包包内容 大揭秘就结束啦 嗯 还有记得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我的话呢 可以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条动态下面评论 问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们今天的视频看得开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